中国人好赌,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下生存的艺人当然也不例外,正所谓小赌遗情,娱乐圈的许多明星有时候也会去赌上几把看看运气,有的人更是好赌,赌资上百万,都说汪峰和张紫怡是因德州扑克结缘的,汪峰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德州扑克爱好者。 早在2012年,汪峰就在WPT中国赛上露面了,在2013年6月份举行的澳门百万毫克扑克挑战赛上,也出现了汪峰的身影,该赛事报名费为100万港元,他进入第二轮比赛,在直播桌上与Elkie同台竞技,不过汪峰最后在第二轮被淘汰,没有进入前圈。 以申请破产的蓝剑英曾在2007年,一个人乘船来到澳门豪赌,两个小时就输掉将近3万港币。 香港艺人林文龙在妻子郭可英怀孕期间,背着妻子前往澳门玩耍,更是被八卦的香港媒体拍到在玩百家乐的照片。 据说林文龙那碗手气不佳,一碗输掉50多万。 施奶杀手吴启华,闲时也爱赌两把。 2011年,有人目击吴启华,跟庶民男友人兴高采烈的在澳门永历的VIP赌厅赌百家乐,赌上筹码多达十几万。 潘月明好赌,时常在澳门赌博,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一张疑似潘月明在澳门凯旋门娱乐场的照片。 真伟思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